美伦溪右岸在国胜岭附近的提顶道路是许多民众散步休闲的地方 但是沿线的栏杆斑驳石柱毁坏花台破损 不仅影响到视觉美观也有安全上的疑虑 经过新元张美慧向县政府建议在今年度完成了改善 不过张美慧认为说在安全的前提之下也要兼顾城市美学 他会继续来建议县政府继续加强改善 新元张美慧表示美伦溪右岸从万寿抽水站到农兵桥之间的提顶道路 原本铁制栏杆水泥墙市护栏损坏或者是油漆剥落 对于在这里散步休闲的民众有安全上的疑虑 张美慧在7月份向县政府反应要求改善 最近已经完成修缮 但是张美慧认为在安全前提之下也要能够兼顾城市美学 县政府应该再加强修正 让这里的视觉景观更美好 常常使用过程当中发现 就是它的栏杆是毁损的 是破损的 油漆是脱落的 那上面的木头也是整个都锈掉 就毁损 那还有它旁边的那个花台 其实也都应该要要整理 那还有这个上楼梯的这个坡度很陡 那个水泥阶梯都有毁损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在这个常常使用的过程当中 就跟县府来反应 那后来县府大概有做一些改善 我们觉得安全是第一的 那但是现在其实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景观 就是视觉上的效果 城市美学的这个部分 其实县府应该要再强化再加强 所以我会持续的来督促 就是在安全的维护 还有使用的修气的程度要提高 那当然这个美学景观 要跟整个周遭的跟城市的跟自然景观要一个结合 不要太突兀 那让这个整个环境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花莲的美轮溪 除了体顶栏杆改善 楼梯也加装坚固的扶手 体顶上座椅也换了石头材质 花台则是重新粉刷 张美惠表示 虽然比原本状况改善了一些 但是细节部分还是可以再修正加强 他会继续向县政府提出建议 让美轮溪体顶的环境更加的安全舒适又优雅 这里会换是报道